诗篇18篇32节 唯有那以力量触我的腰 使我行为完全的 他是上帝 我们一直在看诗篇 大卫不断用了不同的对象 来形容他与神的关系 在31节 特别讲到 除了我们的神 谁是盆石呢 就是用了一个重数 但今天我们读这节经文 他再转用 我自己 我 和神的关系 这里就说唯有那以力量 触我的腰 回应31节 除了耶和话 谁是神呢 所以 在这节经文其实是解释 神 以他的力量 这个触我的腰 其实就是好像一种 比如你作战 你要准备好 那就是 把那个 衣服 扎了一条腰 预备 是真战的 大卫 大卫 他是一个战士 但是他在这里说 谁给他力量 不是他自己 是 以力量触他的腰 即是 他的力量的源头 就是 在神那里 神 是全能的神 是他得力的来源 然后 后面那句 再转到 他 那个 那条 道路 其实这里 中文和合本说 使我行为完全的 他是上帝 他是神 这个行为 其实就是道路 希伯来语文的意思就是道路 即是说 使我的道路完全的 使我行的 完全的 他才是神 特别说道路的完全 其实 是回应第30节 因为第30节那里说 至于神 他的道路是完全的 所以我们 这样看的时候 其实 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就将30节那个他的道 那这里就说 使我行为 我们读中文圣经就很难读出 两者的关系 但是 在希伯来文 他的道 就是指到那个道路 使我行为完全 那个行为就是指到道路 那我们就会看到那两者的关系 因为 唯有 神 他的道路是完全的 才能够使我们的道路 去完全 所以我们 反而就是这样 去认定 他就是我们的神 大位 他就是这样 去宣告 所以这一种 的宣告 和神的关系 都可以 激励我们 让我们看到 唯有 神 可以给我们有力量 蓄我们的腰 预备争战 神 他的道路是完全的 所以他可以使我们的道路完全 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我们力量的源头 原主你带领我们 你的道路亦都完全 所以 你可以让我们的道路 都是完全 我们感谢主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